大家好 這段影片延續我之前講過 關於iPhone和Galaxy S22 Ultra那件事 我特地找了一些資料 因為之前我講過 到底Apple是否不太暴利 或者現在的電話是否越買越貴 到底我們在用多少錢 以及使用的成本是怎樣 我就想起一件事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有錢人就去買Apple 沒有錢人就去買Android 窮人要玩小米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以及我們的手機 到底它真的不能用 我們要換 我想追潮流 還是因為其他 例如我之前講過 不能更新的原因 因為這樣我就做了一點研究 首先我們有一個先決的想法 就是原來現在我們很多時的手機 不是因為硬件不能用 很多時你的硬件都更新 但是尤其是Android 它沒有得更新 我就被迫要換了 那是不是這樣呢 還有那個情況是怎樣的呢 廠對這件事是怎樣的看法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我又想說說 很多時我們以為 Android 廠商是特意不更新的 那是不是呢 我又找過一些說法 其中一些說法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想 Android 和Apple 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蘋果的手機相對來說 型號比較少 它能夠做的更新 其實是相對來說簡單一點 應該說 它需要用的力度是比較小一點的 因為它可能一年只有幾個型號 相反呢 Android 機器是比較多的 同一間廠都可能出很多款 我又做過一些研究 我發覺很多廠都是 它先更新一定是更新貴的那些機 這個也正常 當然旗艦機當然會更新多些 或者你會積極些去搞它 而 可能二三線的機 它的更新就沒有那麼快 或者它會沒有那麼積極去搞 其中一個我找到的資料 就是很多時候廠的Guarantee去更新 都是一些貴的型號 便宜的它就很多都沒有提 給你的感覺就是有就有就沒有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而Android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就是因為它相對 其實價格硬件都不同 例如Display 有些螢幕大有些螢幕細 同一間廠可能已經有很多款 相對來說它要做 其實尤其是它要針對UI去做 它要用的力度就多很多 可能它需要花下去的精力是多很多的 例如 可能Samsung Samsung一年推出十幾二十個型號 小米 你現在去小米店裡看到 它都有一大堆 變成它能不能夠全部都提供一個 很長期的更新 這個就是對它們廠來說是一個難度 而這件事 其實是除了更新之外 到底那個硬件能不能夠承受新版OS 所以有時候廠會做得比較慢 尤其是低介機的更新 它會做得比較慢 還有有件事 其實Google也發現過這個問題 Google Cater 這個問題 它怎麼解決呢 之前其實Google都嘗試過 透過Google Pay Service 它更新的App 在Google Services 那裡去更新一些新的功能給你 但是 這個就只能夠更新的功能給你 而不能夠去到OS層面那裡更新 變成你有時候 很核心的更新 其實它做不到 例如 GMS的Service 可能加了一個新的App 那麼它可以更新的App 但是能不能夠更新到很底層呢 這樣就做不到 所以最終會導致相對來說 我們經常覺得 Andron就是 經常都好像玩兩玩 就整個要劈掉了 那是不是這樣呢 我做了一些Research 我嘗試 其實這裡有個表 我嘗試比較一下不同廠 它那個Official的更新態度 官方就有個說法 其實以前就沒有這麼明確 近年可能多人討論這個問題 亦都是因為機器越來越貴 那麼我們到底 我用了 如果我三星可能用了八九千元 甚至乎過萬元去買一架手機 可以玩多久 現在的人就很關心 其實廠就有個官方的說法 我就收集了一些官方的說法 就是現在這個圖表 首先不說Apple 因為Apple那個 我不是很找到它 Official有個說法 其實現在這個 我將它分成 OS 和Security Andron 才有這件事 Andron的更新 就分成兩件事 就是OS 和Security 所謂的OS就是大版本 Andron 9 去10 10 去11 11 去12 現在最新就是12 這個就是OS的版本 另外一個就是Security Security的更新 你必需要的安全機制 這件事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OS不更新 有時都是有些新的功能 使用不了 可能有些更新的功能就玩不了 例如我們現在更新到Android 12 可能我上機使用的時候會有一個綠燈 如果你用上一個版本就沒有 但對Security的影響 你的安全性就不是很大 所以 影不影響你能夠用多久的機器呢 其實主要我們就看Security 這行 看功能 你能夠用多少 新功能 你就看OS這行 其實Apple那個不存在 我們就看下面 下面那些就是Android的手機 三星最近有一個Announcement 是廠的公佈 它就說新機 新機就會有4年的OS update 5年的Security 而這個所謂的新機就是S22的一條line 它就有這個offer 其實這個已經是最長的 我比較過 我現在找到 這麼多間廠 公開的說法 其實這個已經是最長的 如果你買最新的機 它會保證你 理論上你買的S22 你可以玩到5年 它都會更新的Security 5年內你也是安全的 而之前那些怎樣處理呢 它就說 由Note10開始 打後那些 它都能夠guarantee你 4年的安全更新 那都算不錯 但是它就沒有提及過 OS的更新 所以有些兄弟問 如果我現在買Note10 其實我之前那條片 我是說Note10是好的 我簡直是覺得 Note10如果從我硬件的 Level來說 現在還是很好 很可用 但是呢 這件事你要考慮 就是它guarantee Note10是可以更新4年 即安全性更新4年 OS現在更新到12 我相信行人止步 在Samsung來說 它更新到12已經是超額完成 因為以往Samsung是更新2版 通常是10 你買回來是10 它最多是11 12 上到12 完了 但是這次呢 其實 Note10我記得已經是超額完成 因為Day1是9 它已經是90 11 12 我相信它沒有希望上13 但是安全性更新 在Note10來說 因為它是2019機 即是說 理論上它是會更新到2023 即是2023 因為它是2019年尾的機 也算你勉強更新多你接近兩年 年多至兩年 Samsung相對來說比較好 舊機 一般Andron 其實是不明文規定 都是保證你的Security 最少update三年 一般的廠 但是有些契弟 有些契弟 待會會說 Samsung算是 如果它對新機說清楚了 其實是好事 就不用猜了 以前就是猜猜一下 去到差不多 沒有了 而 看下去就是 其實Vivo Vivo就說 它是三年更新OS 三年更新Security Total都是三年 你放心 不是3加3 搞清楚 就是說 總共 maximum 你可以用三年 它的Security 都更新 但它這個就是 去年2021年 5月的公佈 所以它之前的機器 都沒有說明 照舊 以前一向都是這樣 你能夠更新就更新 小米 小米 就是 它 這個 這個 是近來說的 是它2021年 針對T11 那條線開始 它就保證你 三年就是OS 四年就是Security 理論上你買一部小米的手機 最少可以玩到四年 四年內你的安全性是可以更新的 然後就Google Google 它說Pixel 6 OS一定會更新三年 三年內可能有機會玩到兩版至三版 然後安全就五年 都算很負責 都算很負責 在Android的世界 然後到Sony 剛才說過 Sony是其中一個 真的比較差 因為Sony的說法是怎樣 Sony就說它更新兩年 OS它包你更新兩年 Security 它也是包你兩年 然後 還要是何時開始 其實有這個宣布 是說Xperia Xperia 1.3 Xperia 1.3 那次是去年 去年才有這樣的說法 再之前那些都是無靈兩可 都是更新就更新 而我又找過 到底它更新的狀態是怎樣 它是不是 可能有這樣說 我講的時候保守一點 就是日本廠 講的時候保守一點 做的時候或者做多一點 我又看回 Xperia 1 即是第一代 早幾年出的 說的是Xperia 1 其實出了不是很久 2019年機 但是 它只是上到11 Android 11 說的是去年年尾 還沒更新 看來它不會再更新 即是它已經不會過了 它當時的期 其實兩年已經過了 即是說 Xperia 1 就不再更新了 其實你很奇怪 因為 這部手機 說就說 說就說是2019機 但是其實2020都在賣 玩到現在 有些人可能是遲買的 其實你也剛剛玩了 兩年 甚至乎不到兩年 但是 Sony的做法就是這樣 去到Xperia 1 其實你更新到現在 就已經不能更新了 我又嘗試找過 到底它有沒有為它更新 暫時我找不到任何資料Xperia 1 就沒有再更新了 所以其實你只能玩到現在 就行人止步了 甚至乎 Security 我這樣看就好像沒有更新 這個可以再查證一下 但是它官方的說法 其實是 兩年加兩年 如果有額外 你就當賺了 然後 我們又想 只是坐嗎 又不是 原來Quadcom 它都會針對它的晶片 提出一個Security更新 但是至於是什麼呢 Quadcom 那個我相信都是麻煩的 我猜它看到這個問題 有人覺得好像用的時間很短 所以它提出就是888打後 在888打後的CPU 它就會提供安全更新 可以更新四年 但是這個更新是要透過廠去提供 即是說如果廠扔出來 你才會有 因為你的機器是小米 當然要小米扔的更新 你才會有 如果它不扔出來你不會有 所以這個雖然是Quadcom的提供 但是有沒有就相信要跟廠有合作 然後 說回最頂的一項 Apple 其實 我找不到Apple有一個 Official Guarantee 而且 Apple不分Security OS 通常 一來 你發覺你的Apple機 即是它一路上升的時候 14上15 15點多多 一路就是15點多多 一路好像落 patch 或者一個小更新 一路更新下去 所以它不存在 Security 和OS 分開搞 它一旦更新就是更新OS的版本 而 現在我找到 其實它最長是7年 但是 當然它有些短一點 這件事頗值得分析 其實現在我有一個圖表 7年7年 其實我是上網看 即是別人這樣說 或者大家這樣說 甚至我們主要都是數出來 它沒有一個官方的說法 但是Apple Garantee 硬件它是保養7年 即是它能夠保養7年 如果你壞了 Suppose 你拿錢出來 它有得整備 但是OS那裡 其實現在 它真的做到7年 甚至乎有多 原因是我們觀察到 你看看這一個圖表 其實它說的是 現在這一刻15 iOS15是更新到6s 6就沒有了 反而其實是一時時的 很多人的感覺上是Apple內玩一些 是不是呢 yes or low 有時是 有時就沒有那麼長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長 如果你買一部6s 你就很幸運了 因為你用到現在 其實2022年 你仍然在用15 但是如果你買一部6 其實很早你已經行人止步了 因為6其實是更新到12 12其實是 大概是2018年 其實4年多一點 如果你買一部6就4年多一點 那你就Suppose 你的軟件不能更新 其實我觀察到 如果你看這個表 Apple的更新態度 它不是有什麼考慮 而是機器能安裝就安裝 原因就是 我觀察到它 為何它6跟6s有這麼大的分野 你會發現6s很耐心玩 6s是13、14、15都玩得到 6是這麼大劑 6玩到12就完了 原因很簡單 就是6是1GB RAM 6s是2GB RAM 我相信這就是很大的分別 就是使它2GB夠安裝的OS 安裝就安裝 To Apple來說 其實它似乎是一種取態 所以我們一般的感覺就好像耐玩一點 好了 我又回想 這件事又是否影響到我們用機成本呢 是的 是的 因為我們先假設 安全是重要的 如果你假設安全是重要的 即是說 Security 的更新完結 我的機器就不能用 我把OS放在一邊 我當你新功能 不要就沒什麼所謂 我舊一點就舊一點 我可以照玩的 但Security 是重要的話 我一般的Android機 其實的壽命是短的 於是我又想 我到底要用多少成本呢 很簡單 如果我用到四年 我就四年 然後除了我賣機的價錢 除了我平均每年用多少錢 我便知道到底是便宜貴 按這個邏輯 是不是有錢人玩Apple 窮人就要玩小米呢 好了 我又嘗試做了一些簡單的Research 這個圖表 我就選了不同的牌子比較 Apple 我就選了6 Plus 不是 神經病 這部是6S Plus 即是大屏幕的6S 當時賣價是7188 其實我現在列了幾個Column 就是它最盡可以玩多少年 6S Plus其實還未完 它現在還可以玩 到16它無法更新 我理論上才拿出來 不過不要緊 我們照樣計算 首先就是Apple 然後華為我選了Mate 20 Pro Samsung選了6.9 小米就是8 Pro Xperia Sony Xperia 這樣比較Xperia 1 我主要就是看看它當時新買多少錢 Total 捱到多少年 然後拿去賣值多少錢 我這個賣價我是看卡路銷售的 我也是就這樣上卡路銷售的 看看兄弟拿出來二手賣多少錢 差不多的 你不要挑戰我 我是不是這樣的價錢買得到 我不知道 你試一下 可能便宜可能貴 但不會相差很遠 即是你開個價錢 那開1500元 難道會1000元賣得到嗎 那不會的 我大概 然後我便算到實際使用的錢 然後除了多少年 可以算到平均每年用多少錢 這個計法很簡單 經過這樣的計算之後 變成 原來又很有趣 窮人才玩小米對不對呢 原來按這個表 是對的 窮人 是有得想的 因為小米原來一般來說 我現在選小米八舖 小米八舖 它當時便宜 因為這件事只反映當時 因為當時國產機是價錢便宜 即是開價開得低 小米當時是3999元 然後買回來 現在仍然賣到1200元 那我玩了4年 其實這幾部機 我一般的截數都是截到2018年機 因為 我的假設是它們沒有更新 即是我現在查到這一堆機 不好意思 Apple我是計6 Plus 不是6S Plus 原因就是我以這一堆機 我先假設它 到期不要了 即是我當你倉底有一大堆手機 我先選一下 哪一部不能更新 我就拿出來 小米八舖 不能更新 那就拿去砍 6 Plus 即是既然是5S 即是裝不到新OS 那就拿去砍 Mate 20號 不能再更新 那就用不了 Note 9又不能更新 那就用不了 那 所以 這一堆機的截數是一般Andron機 就大概4年 Sony就更差 Sony Xperia 其實就是3年 它玩到多少年 我就截數了 我當6 Plus 去到今年 我從櫃桶找它出來 真的不能用 那我就拿去賣 那 結果計算出來 小米由於它的機價低 它平均每年 其實是用699個多 其實你當是700元 它買回來便宜 所以它平均每年 雖然我經常換機 但是它在這個錶裏面 在這一刻仍然是便宜的 然後 我們以為 我們以為 一般Apple機會比較貴 不是 因為Apple機用的時間比較長 可能我6 Plus 甚至乎是6S 我6S其實錢也是差不多 用到現在 6S隨時用到8年 都是用到8年 我的錢除了開每年 用的錢不多 可能Apple只是略高於小米 我計算出來 6PASS可能搞出來都是820多元 那是排第二 講底玩它是排第二 相反 你說華為 華為那時候都是便宜 但是計算出來 它也要890多元 因為華為4年 其實華為是有一點爭議的 因為它這一刻 其實它有些渠道讓你 upgrade上熊夢 但是 那個不計算的話 如果我計算它Android update到 可能說2021年 有沒有去年 差不多 但是不會相差很遠 就算以前的華為 其實都是3年至4年 更新 3年的東西 我當它4年 4年它也要800多元 反而那些 690的東西就貴了 如果你說使用成本 因為Samsung的機器當時是比較貴的 如果我以前買下的 那部690 7000多元買回來 結果拿出去賣 原來都是不值錢的 都是值1500元而已 那 結果我每年使用出來 可能是說1500多元 最貴的是Sony Sony用的年期太短了 它的年期短 因為它很快沒有更新 沒有更新 我就被迫著賣 我就變成 它雖然價錢 又是7000元左右 買回來 和690 但是它更加貴 因為它除的年期更少 可能接近2000元 即1800多元 所以其實現實就是 如果你用得長 Apple相對來說 又不是真的很貴 往往比一些我們以為的便宜機更划算 然後我又再加兩項 找多兩項資料 就是XS 因為我經常拿別人的Android 就當作玩四年 你看上面的都是四年 好了 如果我加上兩項 我如果加一部四年連資的手機 即是四年前買一部XS Max iPhone XS Max 當時買很貴 10799 如果有這個因素 Apple就變成真的有錢人滿意 因為如果你買XS Max 用了四年之後這一刻拿去賣 其實我們有一個錯覺 就是經常說保值 看你怎麼看 Apple這一刻又不算很保值 因為它賣出去就只有2800元左右 我在卡路西找到 你當作2800元吧 那麼 Total用了七千多八千元 每年成本 如果以四年就換相機的話 Apple這部相機 成本幾貴 都要兩千元 相反 我又找多了一項 我又找多項 跟它比一下 如果加一部SE 又如何呢 那又很有趣了 現在Apple呢 我們去Apple買一部新的SE 買一部入門版的3699 3699 其實我賣出去的價錢是500 你當我這樣 我玩七年 賣出去500元 那我每年使用成本是3199 不是 Total 3199 每年的成本是457 我估計它用到七年 因為按以往Apple的邏輯 我現在買一部SE 現在這部SE是在用新的CPU 那理論上它的架構 其實SE雖然是屏幕比較差 比較小 但它整個底層 即是那些 CPU那些納雜東西 價格是新的 以它安裝就安裝那個想法 其實應該安裝到七年 如果這樣一算 又變成它最便宜 反而Apple是 如果你買一部Apple的入門機 反而捱得最久 結果這就是我做的一個小結論 有時手機便宜貴 不是它開始買的時候便宜貴 而是都要看看 首先你的出發點是怎樣 你到底是 想追潮流 追新款還是怎樣 所以 你就會買不同的機 反而是在不同的情況下買不同的機 我有一點結論 第一就是 如果 反而是如果你追潮流 或者是你換機換物 你像我一樣 其實我從來 每一代 不是Apple 每一代 我都會去買 其實我沒有什麼所謂 反正我都換 我怎麼能捱得到三年 兩年都未必能捱到 有時是一年就換 那就沒什麼所謂 對我自己的危險性不大 而且我只是花多錢 追潮流本來就是要花錢 這種人就是一種 另外一種情況就要考慮 如果你是安全性很優先的話 你就要想 我們有時候有個錯覺 就是 咦? 媽媽 或者公司有個不懂電腦的同事 盲毛 我們通常就叫他 你去買一部愈便宜愈好的Android機 經過這個比較之後 我又有個想法變了 原因是什麼呢? Android反而需要IT知識較多 即是你耐用了三年四年 你以為這部電腦還能用 其實你是有成本的 因為原來 Android 現在按2022年2月的統計 其實只有六成的Android機 仍然有更新 或者叫做更新 我相信這個level可能更低 即是實際可能更低 即是說 竟然有半 或者接近一半 的Android機 其實已經過了更新期 而已經暴露在一個危險之中 理論上 如果你覺得沒有安裝 沒有security的更新 就是危險的話 其實你的Android機 其實三年至四年後 你就已經沒有更新了 然後你還繼續用的話 可能你經常都想著 媽媽不要緊 你用十年 原來媽媽長期都暴露在危險底下 即是可能說 他頭三年 如果我就想買一部新的手機給他 你當我買一部小米給他 那他就頭四年 小米現在guarantee是四年 那麼 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 其實他就已經開始暴露在危機之中了 而呢 Apple相對來說就好很多 那個figure 72%的Apple用戶 其實這個是Apple的數據 當然 72%的用戶 仍然在更新的OS 即是說 相對來說 他們還在用一個比較新的機 起碼是6s打後 用15 而security是可以接受的 他們相對來說 暴露在危險之中的時期比較短 即是可能你買一部6s 其實你不只去到第四年還是OK的 去到第七年、第八年 在這個時刻 你仍然是被Apple的更新覆蓋到的 那麼 如果從那個IT的security來說 其實反而是這個重要的 你要考慮一下 我表面就是用少了錢 即是就算我買了一部便宜的手機 在我這個表裡面 我買一部小米是便宜的 但原來我第五年開始就已經不能更新 相反我去買一部SE 都便宜 都是便宜的機 當然啦 SE是入門機 其實小米八舖比較高價 但是如果我反而不是IT迷 我是需要日常生活用的人 其實SE又反而變成很值得考慮 因為它便宜而可以更新 雖然機能比較差 但是有很多人是不介意機能的話 他可以用久一點 這個就是 反而是不追潮流的人 我們經常以為追潮流的人才去買Apple 那不是的 我這個 Research 我有少許結論 就是 你如果不追潮流 純粹希望用得久 做一些簡單基本的事情 玩WhatsApp 看看YouTube 其實反而是你可能買一部SE 可以捱得到時間長一點 即是你能夠保護到你的時間更加長 反而是如果你追潮流的 那就不用考慮了 那你買什麼機都可以了 反正我總之在覆蓋前我都換鬼了 我想鬼了嗎 那價錢更加不考慮 既然說得追潮流 不給錢你怎麼追潮流 那就是另外一個考慮 然後我又想 為何會造成這樣 看起來好像很浪費 有時候你會想 鹿狗也要拿去砍 按這個安全機制就是 如果我剛才提出的條件就是 Security不能更新就要換了 鹿狗也要換 小米八鋪也要換 Xperia 1也要換 好像很浪費 那我又想了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 這個我想 我覺得 主要就是Apple 和其他Andron廠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收入構成 因為 我們現在 其實Andron機 其實間間廠都是靠賣鐵給你 賺錢 賣不到鐵其實他沒有錢賺 所以變成他一定要想 縮短這個時間 他寧願 我與其放這麼多 effort 下去四年前的機器 又做UI 又更新又行 那不如算了 不如 扔掉他 買那部新的 因為如果你不買那部新的 我賺不到錢 我們之前的研究 已經是發覺 有些廠已經很不好賺 例如華為 我已經很不好賺 硬件已經用了很多錢 如果我 不是經常換 我就更加沒有錢賺 其實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這些廠需要賣機 所以 就一定要 比較短時間 就要令到 使用者 完結了 這個 cycle 我更新完 你要再賣 相反 Apple為何又這麼不介意 去更新你的OS 因為Apple的收入 除了賣硬件之外 他也有Apple Store 有賣歌 賣戲 各種東西 在他的生態裡面賺錢 所以就導致Apple反而 你看回他 很多時候 只要機能得 他都會更新給你 他會覺得 沒什麼所謂 其實我覺得 在Apple眼中 舊機更新到 不虧得去哪裡 因為要買新機的人 自然會來買 不買那些不要緊 不買那些 你仍然是跟我買App 買看電影 立集東西 聽歌的客人 所以這個會導致 甚至乎 你在App Store裡面 只要用我的手機 課金就可以了 我都會抽你水 導致 Apple相對來說 能夠給你的更新 感覺上會比較慷慨 這個就是我今次的結論 至於你說 你用什麼機 就是回到 你需要怎樣選擇 你就回到 剛剛我講過 到底你是 希望買一部機 熬得久 還是你要追潮流 要換得快 這個很重要 還有你願意付多少錢 就導致你 你會選擇不同的機 如果你有時候 追新款 不介意付多些錢 其實可以的 任何一款 其實你都可以選擇 好了 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我會選擇 會選擇 多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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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